在上一节中 先生通过西方的文化事实对比 鲜明而生动地讲述了 中国的幼稚老城文化特征 那么这种奇异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背后又有着什么样求存规定性 请听先生我们一一剖析 那么中国文化 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幼稚 第一茬文明的完整保留 可是它的文化却在远古时代 就已经老成化 而且僵化 这是非常奇怪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会发生中国文化独具的特色 我们下面就把中外学者 包括英国上个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教授费正清 以及华裔学者包括黄仁玉等在内的很多学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我们把它做一个归类 归类为六点 给大家做一个基本交代 以便于大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以及孔子文化速成的社会土壤 第一条 黄土树松肥沃 随黄河冲击而广备中原 易于开展原始农耕 这一部分 我在第一天课程中已经讲过 不再重复 第二 我们讲中原是地球上仅有的三大原始农耕基地 但是呢 这个地方气候怪异 它每年的降雨 全部集中在夏秋那三个月降下来 导致旱涝在海平壤 民国时候有一个著名学者叫姚善友 写过一本书叫《图书集成》 他在其中考察了民国往前隶属 两千两百七十年间 史书上记载的重大汉情 老灾以及其他灾难 他统计下来 发现在两千多年里 史书上记载的重大汉灾 一千三百九十二次 重大水灾一千六百二十一次 这其中还没有计算 重灾 蝗灾等等 平均每年发生灾情 一点三三次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在春秋时代 大家互为敌国 却互借粮食的原因 我举个例子 比如秦穆宫时代 晋国发生重大汉灾 于是晋国向秦国借粮 秦穆公凯然应允 大家首先要知道 秦晋两国历来是敌国 因为晋国就摆在秦国的东面 秦国东出汗谷关 逐鹿中原 面临的第一大障碍就是晋国 所以现在有一个词汇 叫秦晋之好 你可千万不敢理解错 把它理解为秦晋两国关系很好 它是两国关系极度紧张 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 缓和紧张关系 叫秦晋之好 因此秦晋之好 是指没有爱情的政治联姻 叫秦晋之好 数年以后 秦国发生巨大灾情 向晋国借粮 这个时候晋国的国君 换成了晋惠公 晋惠公这个人 真是一个魂囚 他不但不向秦国借粮 反而认为秦国这时候最为衰弱 举兵进犯秦国 于是秦目公率领老秦明 跟秦国打了一场著名的大战 始成寒冤之战 把秦军打得大败 竟然活捉了晋惠公 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战例 就是想告诉大家 在中原大地上 尽管它是农业文明的重要生发地 却灾害平仍 大家分立为小国 谁都无法安宁生存 第三 黄河凶险之治 这句话什么意思 要知道我们的文明 叫黄河文明 因为中原文明 是中国文明的开端 但是黄河 却是世界上最凶险的一条河流 要知道 所有地球上的河流 绝大多数 它的泥沙含量 一般顶多有5%左右 即使是地球上 泥沙含量第二大的河流 南美的亚马逊河 它的泥沙含量 在雨季也不超过12% 可是黄河 它的泥沙含量 平均就在42%到63%之间 真正是咬一碗黄河水 半碗泥沙 那么黄河流到中原地区 文明人开始在黄河两岸驻滴 水流变缓泥沙沉降 黄河河床不断太高 到汉代 黄河河床高过地外地平 7米以上 到宋代 打19米到20米以上 真正是一条天上河 玄河 成为挂在中华民族头上的 一把德摩克利斯剑 大家想想 如果各自分裂为小国 你怎么治理黄河 你这个河流你是无法治理的 你治理有什么用 你的上游不治理 你治理有什么用 它不但不治理 它还专门撅开河堤淹 因为兵法上讲水淹齐军 因此黄河成为 逼迫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打一统的一把戾器 我举个例子 秦始皇统一天下 派三十万大军进攻卫国 他的主战将王奔 就是原来那个王奔的儿子 率领三十万大军 久违魏国首都大梁 三个月攻不下来 王奔怎么办 绝黄河堤淹调大梁 魏国立即投降 他说明什么 说明大家分立为小国 沿黄河发展 根本无法正常生存 原来大国体制的稳定性 背后有着深刻的 地理地貌资源约束性 土壤松软 让中国文明极其早熟 但是灾害频发 黄河泛滥 都是分裂成小国 无法生存的原因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请听先生继续开讲 好 我们再看第四项 叫游牧生态与农业生态 截然分明而又彼此毗邻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讲东亚大地 是封闭的一个大地 但是这一片东亚的大地上 却分布着两个 文明形态的生存方式 这就是农业文明和游牧业文明 中国自古以来 北疆游牧文明 就构成中华文明 农业文明的重大威胁 大家首先去注意一点 中国的长城 绝不是秦始皇修建 它是在先秦时代 战国时代 各北疆分立小国 分头修建的 比如燕国 赵国 秦国 分头修建了长城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以后 只不过是把这些片段的长城 连接起来了而已 也就是说 长城在建造以前 没有经过任何人的统一设计 可是奇怪的是 它居然和15英寸等与线 刚好对齐 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15英寸与量线 或者叫15英寸等与线 15英寸雨量 相当于年降雨量 380毫米到400毫米 也就是说 低于400毫米的地方 无法发展农业文明 年降雨量低于250毫米的地方 只能长草 发展游牧野 年降雨量低于100毫米的地方 一般会变成荒漠化或沙漠 而这个年降雨量400毫米的这条线 居然和长城刚好重叠 它说明什么 它说明长城 是两种文明冲突的组割线 而它恰好和15英寸雨量线对齐 而且长城是人类历史远古时代 最巨大的一个土木工程 它偏偏出现在东亚 说明什么 东亚两种文明的冲突极为剧烈 大家知道 远古时代 先秦时代的匈奴 一直到西汉 对汉朝构成重大威胁 然后唐代的突厥 以后宋代的金辽西夏蒙古 一直到清代的女真人满人 中国不断受到外族的侵袭 都是北疆游牧民族的冲击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 我们讲谁落后谁挨打 这个讲法是很成问题的 你把历史拉开一个长卷 除了近代公元15世纪以后 谁落后谁挨打 这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更暴烈的文明 叫科学时代 在此之前数千年 人类历来是谁先进谁的 比如 周灭掉了商 商是有文字有文化的 周书记载 唯我引人 有书有册 周是连文字都没有的满足 却灭掉了文明程度最高的商 到战国时代 西蛮子西戎风格的秦 灭掉了文明五国 然后唐代 他是先卑人建立的政权 要知道李世民身上四分之三以上是先卑人 建立了大唐帝国 再下来 元蒙古人建立了中国的元朝 请记住 鲁迅说过一句话 成吉思汗不是我们的汗 也就是在宋代的时候 蒙古不属于中国 属于外族侵略 元朝 89年 中国人老老实实做王国奴 要知道元朝把人分四等 第一等蒙古人 第二等色木人 眼睛有颜色的中亚人或者欧洲人 白人 第三等汉人 第四等南方人 因为他最终被占据 中国人老老实实做王国奴 直到1644年 二十万女真人 把老太太小孩子加上只有二十万人 而中国人后当时在一亿左右 居然打掉中国 突入内地建立满清政权 不仅中国如此 西方照样 大家想想 古希腊被谁灭掉了 被他北边的马其顿蛮族灭掉了 大家再想想 古罗马帝国被谁灭掉了 被欧洲南下的日尔曼蛮族 和西科德蛮族灭掉了 可见人类在远古时代 你把历史长周拉开 历来是谁先进谁打 为什么 因为农业文明的人骑不到马背上 大家要知道马凳这个东西 直到东汉初期才开始在全世界普行 远古时代骑马 两脚是悬空的 一个人把自己主要的精力和体力 都用在驾驭马皮 两腿紧夹马腹 两手紧抓马踪 赏切不能驾驭马 马一旦快跑或跳跃 人立即被摔下来 摔成骨折 躺在船上一百天懂不了 而游牧民族的人 从小就骑在马背上放牧 两腿夹紧马腹 两手躺空 挥刀五箭 由此建立了他们的骑兵体系 要知道在近代以前 骑兵历来是步兵的克星 因为骑兵机动性极强 而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人是没有骑兵的 叫车兵 所以你读古书 它上面讲一国军力强盛 用什么词形容 用千盛之国万盛之国 所谓一盛 就是一辆战车 外加十几个到七十几个部族 三个重甲式站在车上 其余轻甲式跟在车后 叫一盛 而我在前面讲过 古代的车轴是一根轴穿两个轮子 两侧轮子转动始终一致 所以它不能快速拐弯 因此它机动性极差 骑兵因此成为步兵作战的 最强力的一个集团 大家知道骑兵在什么时候才衰落 直到第二次大战初期 闪电战 立体战 天上飞机 地上机枪火炮 才把骑兵打灭 1939年9月1日 希特勒进攻波兰 波兰一支上万人的骑兵部队 被快速歼灭 骑兵部队至此才衰落 我们可以由此知道 古代社会 农业文明 常常受到游牧文明的冲击 而且基本上不是对手 总是打败仗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两种文明的冲突 历来被中国视为严重外患 和重大国情 要照顾的一个重大问题的原因 我再举一个例子 孔子的弟子们 曾经坐在一起 非裔馆仲 大家都很熟悉 馆仲是春秋五霸 第一霸 齐桓公的宰相 那么孔子的弟子 为什么非裔馆仲 是因为他们认为 馆仲有严重的道德缺陷 因为中国古代秉承的 道德观念 是好女不嫁二男 好士不适二主 就是一个好女人 一辈子不嫁两个男人 一个好士子 好男人 一辈子不服死两个竹子 馆仲在跟齐桓公江小白 在登上王位以前 跟他的哥哥公子鸠 争夺王位 馆仲是公子鸠的老师 馆仲的朋友包书牙 是江小白的老师 那么争夺王位的过程中 公子鸠失败 江小白登基 按道理说 馆仲应该自杀 至少应该讨流亡 他却去跟他的敌人 江小白 其还公当宰相 所以 孔子的弟子 认为馆仲有严重的 道德缺陷 这个看法是正常的 可孔子怎么说呢 论语众留下一段话 叫 大家先看 这个字 画一个长头发的老人 如果我在这个老人下面 画一个孩子 这个字就是孝 画一个长头发的老人 甲骨文 如果在他的旁边 画一只手 手里拿一个棍子 这个字就是 微小的微 微这个词 它的原意是什么 击打老人的意思 跟孝这个字刚好相反 那么微管仲是什么意思 孔子讲 如果你们批评管仲 微是批评的含义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 还有一个成语 叫颇有微词 就是我对你有批评的话要说 孔子讲 如果你们批评管仲 那么我就批法左任 什么叫批法左任 中国古代 身体法复受制父母 不得毁伤 所有人包括男人女人 都不得剪头发 一生不剪头发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头发越来越长 因此所有文明人 不得不竖法 根据性别 社会地位的不同 竖法的形式不同 而野蛮人是把头发 披下去的 今天女孩子把头发 披下去是野蛮人的做法 什么叫左任 我们今天穿的服装 叫西服 扭扣都在中间 要知道东亚古代 扭扣是在两边的 文明人扭扣在右边 野蛮人扭扣在左边 孔子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们批评管仲 我就批法左任做野蛮人 孔子为什么不允许 他的弟子批评管仲 是因为管仲作为 齐桓公的宰相 他给齐国建立了 一个基本国策 叫尊王攘夷 要知道春秋时代 各分立国家进行灭国 互相兼并 这个时候齐国是 春秋第一把 力量最大 他也灭一些小国 但是在管仲主政下 他建立的基本国策 却是尊王 也就是大家团结在 周天子的周边 团结起来干什么 嚷疑 抵御外族侵略 我举例子 匈奴人进攻燕国 管仲居然派齐军 帮助燕国 抵抗匈奴 大家知道 燕国是齐国最重要的敌人 处在秦国北边 燕照之势极有战斗力 战国时代 燕国在越义将军的带领下 曾经灭掉齐国七十二城 几乎导致齐国父王 这就是著名的田丹就齐的故事 可见齐国跟燕国的关系何其紧张 可是管仲却带兵帮助燕国抵御匈奴 匈奴进攻替曹国行国 管仲不但带兵援助 而且帮助他们复国 由于管仲 九次跟诸侯召开盟会 让大家团结起来 抵御外族侵略 这才导致北疆匈奴人 没有灭掉中华文明的 嫩弱的文明之涯 当年的中原文明 仅仅是一小片 如果不是这样 中华文明早就消灭了 我举一个例子 古希腊 我在讲西哲课的时候 我给大家摆过古希腊地图 古希腊课是一个大希腊 包括小雅西亚 包括希腊半岛 包括亚平宁半岛 也就是意大利半岛的南端 希腊那个时候十分强大 它居然两次打败 世界第一帝国 波斯帝国两次 两次波西之战 希腊都是胜风 如此强大的古希腊 却被马其顿蛮族灭掉了 而当年的中原文明 十分微弱 如果不是管仲 那么中华民族早像古希腊一样 消灭于历史烟尘之中了 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对管仲 给极高评价 居然用了这样八个字 叫九合诸侯一旷天下 我再告诉大家 在中原这片地方 大家分立为小国 根本无法抵御 游牧文明的冲击 文明的冲突 这个问题是很难对付的 好 我们再看第五条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 可是它的可耕地面积 却十分狭小 高山沙漠昭泽湖泊 占去国土面 总面积的将近90% 可耕地面积 只占10%稍多一点 民国时期 民国政府国土部调研 中国可耕地面积 占中国国土总面积 百分之十点四 今天中共国土部调研 可耕地面积 只占百分之十点六稍多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举两个例子 印度国土面积 大约只占中国国土 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可它的可耕地面积 居然比中国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也就是说 中国如果养十三亿人口 那么印度足足可以养二十亿人口 大家再看 美国国土面积跟中国相仿 可它的可耕地面积 净占国土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 如果中国可以养十三亿人口 美国足足养五十亿人口 可美国今天说 它只有三亿人口都太多了 不仅如此 不仅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极低 而且中国人生起孩子来 不立不登每个晚 生孩子的能力极强 尽管他的文化不讲性 这实在不是因为中国人好这一口 而是由于生物中 什么意思 中国古人占据了地球北半球最好的一片区域 叫中纬度地带 美国近代强盛 也跟美国占据了 美洲刚好跟中国对面的中纬度地带有关 中纬度地段 是最适合于生物繁育的地段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地球上生物质量最大的分布带 都在中纬度地段 因为它光照亮适宜 温度适宜 要知道 我们人类的生理运转节点 是被太阳规定的 这叫生物中 也就是我们的生理运转节点 是跟着太阳走的 生物中大致在人体 适中数的周边 它调节着人体生理运转的时间和节点 比如我们所有人 一天24小时 血压最高的时段 出现在凌晨4点到第二天上午10点 这个阶段是你血压最高的时段 这也就是为什么晚年 发生心血管意外 百分之七八十都发生在这个时段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人类 是从4亿年 陆生生物的 骤行动物进化而来的 大家知道 老鼠猫头鹰是夜行动 但绝大多数动物是骤行动 我们人类是骤行动物变异而来的 那么人类的生物节点跟着太阳走 在中纬度地区 夏天太阳出升起的时间 四五点钟 因此古人历来遵循这样的生存 作息原则 叫日出而作 日末而息 早上四五点起来 就开始干活了 晚上七八点就睡觉了 每天足足数九八小时 生物中就是这样调节的 亿万年来 早上四五点起床 从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就这样 因此血压增高 干什么 增加供血量 增加肌肉爆发力 这叫生物中 我讲到这里 我顺便说一句 我们今天讲科学技术是双日键 有好的一面 有不好的一面 但是我说 科学技术是单日刀 只有坏的一面 只砍掉我们人类的生存技术 我比个例子 爱迪生发明灯泡 总该没有副作用吧 可是自从他发明灯泡 我们人类从此不按时作息了 全都过了夜生活了 甚至看电视 看电视是什么 不就是看一个彩色灯泡吗 结果把所有人的生物中搅乱 这是人类今天新出现上万种疾病 发生大量恶性无法治疗疾病的 重要基础原因之一 好 我们回到本话题上 那么由于中纬度地区生物中适宜 所以中纬度地区动物植物的 生育能力极强 繁殖能力极高 因此中国人口自古占世界总人口 20%到25% 我再举个例子 我认识的一个老人 他的一个朋友 在50年代 曾经做苏联专家的翻译和助理 他所服务的这一对苏联专家 是年轻夫妇 在苏联结婚三年 生不了一个孩子 以为自己有不孕症或者不育症 女性叫不孕症 男性叫不育症 55年来到中国 59年撤回去 在中国待了五年 竟然前后连续生了三个孩子 临走以前给这个翻译讲 说你们中国可真是生孩子的福地 大家想想 中国可耕地面积极其狭小 而人口繁殖能力极强 由此带来一个严重的麻烦 就是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 格外紧张 好 我们再看第六条 东亚地形封闭 我在前面就一再讲 中国东亚这片地区 它的北面西伯利亚高寒动土地带 西面帕米尔高原 西南面青藏高原 南面横断山脉 古人根本无法翻越 东面浩瀚的太平洋 也就是它是一个全封闭地貌 这个封闭地貌 就导致在远古时代 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候 外族人或者外族文化 要想侵入中国 非常之难 它在某种程度上 割离了中华文明 和其他文明的交往 从而构成中华文明 独自发育 精雕细琢的格局 我前面讲过 文化是有遮蔽效应的 文化只有在交流状态中 才会突破自身 好了 那么我们下面看 上述第一项条件 是中华文明 格外早熟的原因 也就是中原 平原 成为人类 仅有的三块原始农耕基地 因此中国农业文明 发育极早 极为早熟 上述二 三 四项条件 也就是气候怪异 灾害平仁 黄河凶险 分立为小国 不能治理 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 文明冲突剧烈 分立为小国 无法抵御 这三项因素导致 中国必须及早建立大国体制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在先秦时代 就出现天下观 这个观念的原因 也就是中国 也就是中国为什么远古时代 就构成大国稳定体制的原因 上述第五项条件 也就是可耕地面积狭小 而人口繁育能力极高 造成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格外紧张 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格外关注人伦社会问题 而偏废自然学的最重要原因 上述第六项条件 也就是中国的封闭地貌 是中国文化在诗交流状态下 独自精雕细拙数千年 把一个幼稚文明塑造成一个极度成熟 乃至老化僵化文化的原因 我们理解上面这些大环境 大背景 大土壤 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也才能理解孔子文化的真正内涵 在地理地貌方面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的地貌特征非常封闭 缺乏交流 适合自己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精雕细拙 除此以外 北方的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对抗张力 也是有重要原因 在了解完一上任之后 接下来先生将给大家带来 关于我国儒家创造人孔子 请期待下一刻的呈现